来看几场精妙对局 包王用原地蓝之山教育了这个秦红 很厉害 一般来说我们蓝之山的方式 一般都是前冲跑或者跳过来蓝之山 但是包王掌握了精髓 巧妙化解了蓝之山 反将自己 从被动变为主动 你看像这一次的话 也是知道对谁要跳过来 虽然有一个跑动 但是呢 他由于手术快 其实也算是一个原地蓝之山 青红大门非常敢冲啊 手法也非常精准 跳头上服 预判 包二门不是跟你玩的 好抓 震了 别动哦 再蓝 这把很优秀啊 没看出太多的细节 我们看下一局 好点个赞继续看 再继续向雷部推波 好 晃了一下 抓啊 花式阵 哎 拍倒 好难受 出不来 啊 好强的判定 好 这一局开始 已经失败了 看后面两局怎么打 拍过来 好 有气了 你看 你跳过来 我就原地 拦你啊 卡好距离 本来拍的话 他想拍乱动的 好 刚好打乱动 厉害了 一直在那里试探试探 突然一个拦 让你意外 让你吃惊 突然加招 开始跑蓝之山了 撤 江湖险恶 抱歉 小心 哎 拽到 再跑蓝之山 牛逼 好 我们来看这一局 防守反击的这个蓝之山 有多可怕 看把王打法 哎 你看 这把呢 也是任凭对手 跳来跳去啊 我就落地 或者原地等你啊 他不主动进攻啊 你看 你看 又过来了啊 又送过来了啊 原地拦之山 牛逼啊 距离卡的好啊 这招也是非常好用的 暴王不愧是包二门呢 啊 倒地 哇 好快 他下跌之后硬直刚好消失 然后拦之山就过来 这个距离 要把握得好 好 预判对手 来 左右左 打好距离 卡好距离 下距 哇 你看啊 这个是一个卖血原地蓝 把原地蓝用到了极致啊 呃 呃 我们来看这局吧 毕竟单挑的话 最终呢 秦皇还是赢了哈 给他一局画面 这局也非常精彩啊 预判驾招 距离卡的好啊 哎哟 算得死死的哈 这些预判招 远了 蓝之山还是远了 有时候蓝之山不是 他多么精准啊 而是他跑过来 你也跑过来哈 你去配合对手 好 能够亮闪山 震了 好兄弟啊 一起死 这波是一个副水灵 来跳 阵 啊 这个是一个bug阵 超到外戈之后啊 打大门的一个特定阵哈 可以用这个跳低 小跳低哈 然后接一个阵 占逼阵嘛 一个抽搐多缩阵 哎哟 反蓝 其实占逼阵的话成功率很高啊 落地要蓝了 哎哟 帅哟 后务阵 漂亮 哎呀 这个后务阵的话 其实是可以破的哈 直播的时候有人说 这个后务阵是不是破不了 其实都可以破 头上符来破啊 好 刚好呢 也是一个原地对手 占跌踢空 然后反钉龙死 这个头上符晒啊 如果这个头上符 是有风险的 继续跑篮 哎哟 这一下死了 等着一个后后后后CD 震到哈 牛逼 好 关注球球 不会走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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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